有微信網民發帖稱,昨日上海長陵區小區業主群發布通知 長陵公安分局聯合中國電信開通綠色上網服務軟件 通知稱通過授權中國電信上海公司 為長陵區內電信家庭寬頻用戶開通有關上網功能 在用戶上網瀏覽及搜索訊息觸發境外集片網暫時 會自動過濾有潛在風險的網站 而用戶可以選擇是否開通有關功能 有海外網民透過Twitter質疑 此舉是要徹底堵住老百姓的正常信息接收渠道 也有網民擔憂,選擇不開通的用戶會不會被列入什麼客名單 更有網民表示,這是新版600 600花貴護航是中共2009年推出的一項 名為未成年電腦用戶的內容控制軟件 中共政府聲稱這是防止未成年電腦用戶 瀏覽色情網站等有害內容 但此軟件過濾色情網站的準確度極低 而過濾的主要是政治敏感信息 所以被指是中共政府進行網絡審查工具 遭到眾多民眾的抗議和批評 後來中共政府迫於輿論壓力 而表示無限期推遲該規定 去年10月美國非營利組織自由自家公布網絡自由報告 指出大陸已經是連續8年成為全球網絡環境最差的國家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、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